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說美國最近停止向台灣售賣自行榴彈炮似乎內有玄機 另外美國也有個研究報告說解放軍正全力發展城市戰術只圍攻台 而美國也有分析說解放軍將會模仿俄羅斯起烏克蘭城市瑪利烏波爾的圍攻戰略封死台灣 最近烏克蘭南部城市瑪利烏波爾的戰局陷入膠著 圍繞著亞洲鋼鐵廠的最新戰況也都再次令全世界對於城市攻堅戰的艱難和殘酷有更深的認識 而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7月22日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值得注意報告題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城市戰的演化展望、學習、訓練和對台影響 那個研究報告說中國近年不斷引進有關城市戰的新戰術加強訓練、更新軍備 戰爭研究所的報告說解放軍對城市作戰的經驗有限 但是對城市戰產生興趣 原因之一就是任何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都可能涉及在城市的激烈戰鬥 國安報告說台灣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戰可能會帶來嚴峻的挑戰 除了武統台灣的可能性之外 城市反恐行動也都成為解放軍和武警多次演習交流的重點 上述報告說中國軍事的用語經常中城市戰 比作在瓷器店打老鼠 極意陷入泥潭造成附帶損失 報告甚至引述宣指兵法說 故上兵佛謀其次佛交其次佛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指出攻打城市是萬不得已的兵法之技 報告都回顧了在中國歷史上面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城市戰爭 包括1927年的南昌起義 1948年的濟南戰爭 1948年的濟南戰爭 1949年的遼審淮海和平津戰役 以及195051年的朝鮮戰爭的漢城戰役 以及1979年中越戰爭的亮山之戰等等 1948年的濟南戰役時 解放軍將令許世友提出攻克制南 要用牛刀之戰術 就是集中兵力好像一把尖刀一樣 直接插入敵人的心臟 然後搞亂敵人的五臟六虎令他斃命 制南第一團、制南第二團的名稱和戰旗 沿用至今如今抵述起 負責攻克台灣的東部戰區 戰爭研究所的報告認為 今天起習近平考慮通過強制的統一台灣 以結束中國內戰之際 解放軍部隊專注訓練應對突發事件 開展了以城市戰作為重點的大型訓練演習 作為中國脅迫性信號的一部分 這個報告還指出 近年來解放軍建造了專門的訓練設施 來模擬在城市環境中作戰 加強士兵對城市戰的熟練度 而且訓練規模、複雜度和逼真程度都不斷提高 比如在2009年中國最大規模的城市作戰訓練場 朱約和基地正式啟用 近年以來 或許內蒙古的朱約和基地 不斷地擴建訓練設施 2013至2015年期間 更加的設施轉變為聚焦模擬台灣城市戰 2013年 那個基地增設了高速公路立交橋 類似台灣空軍 在清泉江空軍基地附近的立交橋 到了2015年 那個基地又添加了 模仿台灣總統府和外交部的大樓 並仿造周圍的環境 此外 解放軍不斷從外國的城鎮戰 吸取經驗教訓 尤其是美國和俄羅斯 在1990年至2020年初期 在格羅茲尼、摩加迪沙、喀布爾 和廢奴傑等地區的戰爭 解放軍密切觀察 美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步行動 學習網絡中心戰 無人化作戰等戰術新概念 其中一方面 解放軍開發了 使用於城市作戰環境的 96A和96B型炭克 VT-5輕型炭克 和PD-3型4X4輕型防律裝甲車 以及專門解放軍海軍陸戰隊 開發的15型輕型炭克 還有使用於城市環境的火箭彈等等 而大江公司還開發了 開放於城市戰爭的 機甲大C-S-1型無人機 報告顯示解放軍在城市戰準備上面 大大超過台灣 聽完這份報告 由想在國會戰爭開打之後 美國就升起中國大陸會打台灣的聲音 美國戰爭研究所這份報告 看來都配合美國這個主旋律公佈的 美國國防部 前中國事務官員 博士課 四十六天 就投書美國國會三報 他說 俄會戰爭 令中國更加可能入侵台灣 中國可能模仿俄羅斯 對馬里烏玻璃的圍攻策略 先猛烈攻擊 然後包圍被困人口 以防止逃跑或者補充食物 水和武器 正如普京所說 用來餓死那個城市捍衛者的境界線 非常嚴密 連一隻烏鷹都沒有辦法通過 博士課認為 封鎖台灣全島 特別是基隆和高雄等主要港口 是解放軍可能採取的方案 在1995年和19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期間 中國曾經兩次發射導彈 令台灣海峽對所有海洋和空中的貿易關閉 導致航運和保險費率飆升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所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 就對美國之音說 中共向來都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比較少進攻 而是用宣傳心理戰 令城市裡面的人意志瓦解 北平模式是中共文化標準下的城鎮戰 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準備 優先會用心理戰 蘇紫雲說的北平模式是指解放戰爭當中 北平首長輔助而投降 中共軍隊不費一槍一彈收撲北平 蘇紫雲說除了東部戰區 解放軍也都在北部戰區進行城市戰訓練 以應對朝鮮半島的潛在危機 他認為解放軍經常偷私美國的城鎮戰教義 美軍一直是解放軍的老師 美國陸軍在2018年提出很多示範 包括戰車如何在城鎮中存活 甚至有戰車城市生存套件 這些概念解放軍都學了 美軍這一刻戰爭之後提出輕裝部隊 使吹吹吹吹 但是他認為 畢竟美國陸軍在戰場上 是用鮮血和生命換離的經驗 解放軍只是照準則發展自己的想法 可能有美軍標準的六七成功力 就已經很厲害了 不過美國戰爭研究所的報告也都指出 台灣和他盟友對城鎮戰的重視程度 不及其他的作戰方式 對此 蘇紫雲就解釋說 在台灣整個戰略結構裡面 城鎮戰只是最後一道防線 台灣最好的選項 是將解放軍阻擋在海上 阻擋在空中 經常只有少量解放軍進城鎮作戰 這個是最重要的 看完美國的報告 雖然內容有些偏頗 但是再看回台灣蘇紫雲的回應 就顯示台灣只是一廂情願 想將解放軍阻擋在外 沒有準備打城市戰 但是美國看完烏克蘭的戰局 似乎是打算把台灣推向城市戰 叫台灣打場代理人戰爭 其中一個令人注意的動作 是取消軍售 在5月2日 台灣媒體報導 美國在2019年8月批准 預計2023年交付給台灣的40門 M109A6 自行15毫米榴彈炮 和1698發正確制度炮彈 要推遲到2026年才交付 台軍本來願意推遲到2028年的 但美國最後還要直接叫停這批軍售 台軍其實需要超過100門M1099A6 但第一批40門已經取消了 這是拜登政府第一筆重大的對台軍售 價值7.5億美元的 M109A6是美軍現役榴彈炮的標準 更新的A7型號才剛開始交付 M09榴彈炮從60年代就開始服役了 但一直在改進 A6是自行榴彈炮 即是安裝在交通工具之上 無需其他車輛牽引的火炮 大多數輕裝及保護 自行榴彈炮和炭黑 在外形上有相似之處 但自行炮的本質仍然和炭黑不同 自行炮是屬於後方支援的炮兵武器 而炭黑就是前線突擊武器 A6相對於以前的型號 已經採取了升級的炮管 但依然是用39倍口徑炮管 基本射程22公里 增程彈就可以去到30公里 高度數碼化 令到A6可以快速反應 即時接受火控指令 從行進到開炮只需要30秒 過去從停車 操縱炮、瞄準度開炮 無論如何都要幾分鐘 更加敏捷的A6榴彈炮 減少它暴露在敵人火力之下 用考打的方法 贏得威力和生存力 但美國這次 突然取消台灣訂購的A6榴彈炮 給出的理由是 烏方前事後急需 就令台軍的訂單要往後推 不過美國這次叫停 向台灣出售自行榴彈炮 令到軍事分析家有很多聯想 第一 美國的確保存不夠 美國開始換了沃克蘭M109A6自行榴彈炮 應該是從美國陸軍的庫存調活 這樣需要盡快補回來 美國的獨次飆槍導彈的庫存 已經跌到危險的地步 就不想M109A6自行榴彈炮 也犯上同樣庫存不足的錯誤 第二 另一個可能是美國不是發現 A6自行榴彈炮已經落後了 烏克蘭戰爭 華海終於打醒了美國陸軍 他們見到烏克蘭的肉血地面戰 就明白到 光靠數碼化作戰不行的 光靠空中支援 用A50型轟炸機一輪轟炸 也都未必得 陸軍必須有自己的遠端打擊火力 而且不能夠在射程上面輸蝕 A6的射程早已落後於時代 跟俄羅斯打可能還有一線希望 跟中國打就一定吃虧了 所以就決定出口台灣A6自行榴彈炮 不再有意義 可能需要換帶55倍口徑炮管的A6改陣營 甚至是A7營 不過這樣也都可能會跟美國陸軍 一起搶產能了 第三還有一個完全相反的可能 美國可能正在迫使台軍 放棄傳統的作戰思維 要全面準備和解放軍打成事戰 這意味著 美國叫台灣放棄遠程作戰能力 整體轉為超級游擊隊 全面擁抱和解放軍非對稱作戰 將投資轉向機動發射的毒刺 標槍這些單兵飛彈 在近戰中大量消耗解放軍的實力 就像烏軍在幾乎以北對俄羅斯所做的一樣 台灣海峽曾經是天險 台軍過去以為只要保住足夠的海空優勢 就可以將解放軍擋在島外 但是美國可能現在覺得看來不行了 解放軍的優勢實在太大 根本沒有可能將他們擋在島外 與其無意地爭奪海空 不如叫台灣預計了解放軍上岸來打 原來我們的軍事分析家 陳鋒就認為這樣的城市戰戰量 起台灣是否適用呢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一著險棋 不放箭直接欲搏 聽來都相當遠了 但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首先是叫台灣人去送死 打的是代理人戰爭 這樣可以避免 無謂地損害台灣的實力 才可以保留對解放軍最大的殺傷 想撕開解放軍的缺口 為美國介入製造可乘之機 至於台軍的傷亡 和台灣焦土化 這個只是台灣人付出幾多代價而議 美國就不會太去考慮 另外從解放軍的視角來看 這些策略其實沒什麼用的 解放軍只要登上台島 只會更好地發揮壓倒性的優勢 台灣面積更少 民風不強悍 面對數量上 有壓倒性優勢的解放軍 城市戰怎麼打得長呢?